为应对因科技产品普及化而日益增加的新型罪案 政府将制定多项新罪行 偷拍持有和散播色情裸露视频的人 暴露狂 以及为了报复而散播亲密照以恐吓受害者的罪犯 未来将在新条文下被控 在未经对方许可下 通过网络传送性器官的画面 造成他人困扰的行为也构成罪行 政府也采纳委员会的建议 只要怀有不诚实意图行骗 即使没有成功使受害人掉入陷阱 也属于犯罪